直擊桃園河川污染 三十年沒看過一條魚 這是桃園市政府眼中的河川 清澈的河水 綠草如荫的河畔 只能說市政府你真的好棒棒 看見桃園的無限可能 對 這就是我們看見的桃園真實面貌 污濁的河水 腐臭的味道 高密度的工業發展 讓全市溪流充斥工業廢水 但這些都是政府允許合法排放的廢水 污染源管制的會議每三個月不拍一次 然後這幾條都是重點的管制的溪流 你政府說你多麼認真 又抓了多少的污染 罰了多少錢 我覺得那個都非常可笑 我三十多年來這條河流 就從來沒有看過一條魚 你怎麼交代 我們前往農地污染嚴重的普新溪 上游的中立工業區廢水直接排入 桃園師傅為了整治 即將進行污水總量管制 但這樣的水根本無法灌溉 這條溪就是往工業區下來 有時候水都滿了 以前的人都在這邊 河邊在洗浴 我們的阿公的那時代就跟到現在了 那現在這樣子的話還能跟嗎 可以啦 現在已經通過了 把它解除管制了 你們這個地會受到這個污染的原因是什麼 我也不曉得 有老伯說的中立工業區廢水 就順著這條黃錢溪流下來 我們檢測出水中含有各種爆量的重金屬 這些廢水流入海裡 鎖金之處一片四季 其他包含泰湖溪 南坎溪 沿岸各式工業污染 在政府的默許下 正荼毒我們的大地